大家知道這段期間我在對於 有關疫苗有關陳中部長的談話 都是相對非常溫和的啦 為什麼溫和就想說反正疫苗我也不懂 怎麼去洽談的怎麼去買 然後買的到買不到我們就盡管其變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都是這個想法啦 可是幾件事情 董事長覺得好像不太對 這跟他的了解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一個一個來談 那昨天一個最新的新聞是說 陳部長跟大家講 我們已經這個取得1981萬劑 那麼最多能夠拿到4500萬 那4500萬就蠻多的嘛 那所以這樣看起來 大家應該給陳中部長拍拍手才對啦 那大家就會問說 那這4500萬當中有哪一些呢 那陳中部長講說 我現在把這個新聞開招給大家看 他說我們國內的兩家疫苗廠商各1000萬 可能是高端聯誼 因為國光好像卡住了 各1000萬 那如果BNT談成的話 再加500萬 那現在已經有1981萬 所以這樣子 零零空空的 大概就會 疫苗總量 在3000萬到4500萬劑左右 所以我們台灣就會有 1500萬到1000 大概700多萬人能夠接種 那就超過六成的 這個所謂的 群體免疫的標準 這樣聽起來是不錯啊 但這點我這邊要直接就請教董事長了 這裡面的4500萬 3000到4500萬 裡面講的那個BNT 我們今天主題也是這個 到底BNT我們台灣是買得到還是買不到 目前我認為是買不到 那我先跟大家解釋一個觀念 美國 美國目前全美國現在 共打的疫苗只有兩個品牌 第一個品牌就是我們台灣即將獲得的505萬支的莫德納 另外第二個品牌就是輝瑞 所以也就是說美國只有這兩支疫苗 經過美國政府 檢查通過實驗合格 追求到美國人打 所以疫苗不是數量的問題 不是4000萬5000萬8000萬的問題 而是要有好的疫苗 要安全的疫苗 讓台灣人打 通常你說美國只有打這個 輝瑞BNT跟莫德納這兩款就對了 對就這兩款 所以就沒有打AZ就對了 AZ不被接受 不被接受 那我們台灣現在AZ是有至少1000萬嗎 對不對 我不曉得 但是我現在先把疫苗可以打不可以打 我們用其他國家做個分類 以美國的規 美國來講的話 只有兩個品牌 只有這兩支品牌美國人可以打 所以因此我建議 可是陳部長昨天講了一句話 那要不要打疫苗 或是選擇哪些品牌 是國人的選擇對不對 我們現在目前所謂的亞洲 亞洲主要國家 台灣大概是唯一還沒有取得疫苗的國家 我們大概是倒數第一名 這就是說我們在疫苗的取得的這個任務上來講的話 我跟我們的防疫的成功來講的話 是一個防疫成功 全球第一名 疫苗取得亞洲大概全亞洲倒數第一名 這目前的政 這個 目前的衛福部的政績是如此 然後第二點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取得AZ疫苗 我建議 國人千萬不要開玩笑 因為所有的證據都顯示說 65歲以上 或是高危險群 千萬不能打這個疫苗 因為有很多的副作用 尤其我都不要開玩笑 怎麼不要開玩笑 尤其我們喜歡開玩笑 講 這個蘇貞昌院長打了我們就打 陳時中部長打了我們就打 那陳部長昨天講說 如果有打剩下的他可以打 其實他也知道他不願意打 65歲以上打會很危險 這個危險全世界的媒體都已經報導了 目前像法國像瑞士 整個國家禁止施打AZ疫苗 我就把新聞跟大家做個介紹 這個是台灣到底這個購買疫苗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現在直接我跟韋翰做過討論以後 我們先破題談一個就是購買疫苗裡面 陳時中部長這段時間所有的言論 我們來檢視他他的這個正確與否 我們做媒體的人員是很簡單 陳部長很非常的辛苦 他也有很多的公在國家公在人民 這都肯定 但是就在疫苗這個事情裡面 因為有太多這個不合理 跟不正常的事情 而他的言論彼此前後不一 這個前後不一的背後 所隱藏的一個重大的一些的因素 我們今天要把它揭發出來 好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講了 陳部長 我先回到一個 回到一個陳部長的一個重要的講法 這個疫苗講簡單一點 就是有兩個 我的理解 就是因為有兩家廠商 在互相為了經濟利益的鬥爭 而造成我們購買疫苗的挫敗 這哪兩家廠商呢 我們很簡單以台灣來看的話 一個就是東洋 林泉當任董事長的東洋製藥 這一家廠商 然後第二家廠商 就是信東製藥加上香港的雅各城 所以這兩個集團在爭取這個疫苗的銷售權的時候 互相攻擊或是互相爭奪 爭奪的結果 那林泉敗下陣來 大家都知道 敗下陣來的同時 蘇貞昌院長還酸言酸語的諷刺他的一頓 這個等一下我可以解釋一下 好 那結果陳時中部長呢 就在這個各方立法委員的壓力的情況之下呢 就做了一個不實的陳述 什麼不實的陳述呢 他說亞克城跟這個亞克城 香港亞克城公司跟信東公司 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這家公司 那今天我跟韋翰在節目裡面提出來的就是 相反的這個整個這個陳部長 對德國BNT的採購案的交涉的全部過程 陳時中院長說講的這兩家沒有參與的公司 其實百分之一百全程參與 一直到12月到1月份都參與 但陳部長怎麼講的 麻煩我把陳部長公開的講法跟大家介紹一下 董事長現在講到這個 其實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剛董事長有破題的 BNT我們很可能是買不到的 那買不到跟陳部長他的這個說法 其實可能會有相關的 那陳部長他有告訴大家就是說 先前東洋他的破局是因為他要買太多 他買三千萬劑 可是問題他買三千萬劑這個東西 我們台灣根本不要那麼多 我們只要兩百萬 好這是一開始我們指揮中心的說法 因為我們冷鏈的關係做不到 那另外雅各城他說雅各城早就破局 我開這個中央社的報導給大家看 BNT疫苗的代理爭議 陳時中部長2月9號的時候他受訪說 雅各城比東洋更早破局 大家看這個新聞我現在開出來看 他說我們從來沒有計劃要買一千萬劑的BNT 然後這個雅各城其實基本上 早就已經破局了 雅各城早就已經在9月18跟10月26號 雅各城有來跟指揮中心接洽 但是因為沒有授權文件 所以無法繼續洽談 所以指揮中心跟雅各城談判的時間呢 終止談判的時間早於東洋 也就是說雅各城早就沒談了 10月份 10月26號 他說10月26結束 9月18到10月26號就已經沒談了 但是大家都記得 陳時中部長現在還在等 前兩天有一個路透社的報導 說BNT還是要賣給台灣嗎 好 我先針對這個陳時中部長 他說雅各城破局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事情非常關鍵 這個事情一定要把它拿出來 我中間我剛剛強調了 陳時中部長跟我所知道的事情 完全相反 他說雅各城十月26號破局 其實我現在只講幾個時間點 因為我們在衛福部有成立一個 疫苗購買小組 這疫苗購買小組的聯絡人是一位石小姐 叫石雅利小姐 中間部裡面有莊人一翔 還有其他一些技術單位 但是有兩個重要的教授 就是我們的張善淳教授 跟李炳營教授 所以我們現在所談的事情 可以去問這些教授 教授應該不會騙人 我現在講什麼事情呢 就是陳時中說雅各城沒有參加 但其實我現在幾點 12月初香港雅各城 台灣雅各城 台灣信東 台灣CDC 德國BNT 視訊會議三方合作協議 就12月初的時候 三方在講一個合作的協議 協議什麼內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用公費要買500萬計 然後自費買500萬計 價格每計45美元 交貨的日期 就是4月份 200萬 5月份200萬 6月份200萬 然後這個 香港雅各城的行政總裁 叫陳廣業就參加 然後台灣雅各城總經理 叫陳建文有參加 然後 信東製藥生技公司的董事長 德大 原本其實 大家聽上禮拜 陳中部長的記者會 他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一開始是經過台灣的輝瑞 想要去買這個疫苗 然後呢 後來台灣輝瑞呢 一接觸說不行不行 因為已經有上海復興代理了 所以你就不能買 這是第一階段 後來就出現了東洋跟信東 兩家不同的生技場在競爭 當然後來東洋敗下陣來 那董事長現在給大家看 我手上這一份 我開圖給大家看 好在這裡 BioNTech的他的資料當中 其實早在我們指揮中心第一階段 在跟BNT談的時候 我把這個圖放大 我們一開始跟BNT要的數量就是3000萬劑 而且交貨時間是希望能夠在2021年的1月 第一批交200萬 接下來呢 分2021年的1234劑 就是這個1到3月4到6月 分別各交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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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來就是3000萬劑 好董事長這個是 BNT要提供給CDC 提供給衛福部的資料 這是BNT的內部資料 現在就我手上 我給大家看這張圖 他第二個 這一頁的後面是CDC 是我們衛福部 好你看他Between有沒有 他上面這邊有寫CDC BioNTech的這個SE 就是 Supplier 就是提供廠商BNT一份 後面就是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然後Minister of Health Taiwan 就是台灣的衛福部CDC 所以這份文件是德國BNT 跟我們台灣CDC的雙方各持有的文件 對 裡面所談的就是3000萬劑 好那我不知道就是這份文件 這個指揮中間怎麼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說過要買3000萬 可是資料上面是要買3000萬 然後我翻到第二頁 第二頁裡面 通常這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當時談的這個價格 大家看一下 前面200萬劑是一劑32塊美金 後面的2800萬是一劑28塊美金 比較便宜一點吧 對 32、28 大家再看一次 所以如果以這份文件來看的話 我們指揮中心好像跟大家講說 從來沒有考慮過3000萬 因為冷鏈的關係 這個說法好像就有點出入了 這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董事長在跟大家講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進廣告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把這個講完 就是說 一開始沒有 可是後來 我們現在在等的那個合約 到底是怎麼談的 董事長現在掌握到就是說 是由香港雅各城 台灣雅各城 台灣的信東生計的董事長 柯董 還有我們CDC的聯絡人 史亞利女士 以及副發言人莊仁祥 還有兩位技術專業的指導 就是兩位老師 張善淳老師跟麗斌老師 這些人一起開的視訊會議所 推銷出來的目前的合約 對 那怎麼會 怎麼會 我剛剛給大家看的 怎麼會 這中部長講說 雅各城早就已經退出了呢 那顯然我們現在雅各城不但沒有退出 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靠雅各城在談的 對 是這樣嗎 當然是 因為這個 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很 有點迷糊 你知道 因為參與這件事 人太多了 你知道嗎 尤其教授不會騙人 因為張善淳是 好像是副校長 副院長 李炳也是大教授 都國際級大教授 我不 我不認為 所以有將近十幾個人 參與這每一次的會議 這會議加起來 總共施訓會有八次啊 有 有BNT 有香港雅各城 有商人 有官員 有教授 結果我們陳時中部長公開講說 他 十月份就 就出局了 就出局了 好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講雅各城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合約的失敗的原因 就是雅各城 雅各城從 所以第一個陳時中部長 這時候好像看起來沒有講真話 為什麼 這就是我不解的地方 陳也雅各城 敗也雅各城 沒有成過啊 就是因為馬爾西亞克城要敗 這件事情 談靠他去談 就是 當時如果給林權談的話 就成功了嘛 就是這份合約一月份 交貨很單純 因為林權是代表的 跟上海復興直接聯絡 總代理 林權跟東陽是跟總代理聯繫 來跟台灣談三千萬劑 就是剛剛韋漢秀出來的三千萬劑的 這個合約的內容 然後到了十一月份 林權出局嘛 那出局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雅各城介入嘛 雅各城不應該介入 那雅各城介入的理由是什麼 雅各城身份是什麼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台灣區的總代理叫做上海復興公司 那他原來授權是東陽是正牌的東陽來代表上海出來談 對 結果雅各城是香港的上海復興公司的分代理 的地區代理 結果 等一下 香港雅各城 我先打斷一下頭長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這邊嘛 因為林權這個前院長他的東陽 之所以破局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他透過上海復興 我們台灣不要嘛 我們不要透過上海復興 我不知道 這是我們推測啦 對對好 那第二個就是 根本不要三千萬那麼多 可是剛剛已經提出一個說 欸看起來是 有曾經要三千萬喔 怎麼會說沒有 那 因為 上海復興 呃 林權前院長去接觸 那邊最後終止了 那雅各城這邊看起來就是 因為沒有中資啊 所以沒有問題啊 不是 可是現在問題是 雅各城的比較怪 比較讓我們比較 值得調查的地方在哪裡來 是陳時中部長為什麼要公開說謊 說雅各城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 而事實上完全相反 雅各城從頭到尾都在參與 而雅各城既然可以參與的話 他是代表誰參與的 他的 香港的這個地區的經銷權 是代表誰你知道嗎 是上海復興耶 雅各城 香港雅各城跟上海復興也有關係嗎 雅各城是 上海復興的香港的一個代理商啊 這經銷商嘛 等於是上海復興 在香港的下游就對了 下游他是下游 上海復興去簽到德國BNT的疫苗的 大中華地區的代理 然後再把這個代理下游場 香港賣就透過香港高城去賣 是這個意思 香港透過雅各城去賣 對對對 那我們再去找香港雅各城 還不是就透過上海復興 那一樣啊 我們如果說還不如找上海復興的話 就是找林全啊 那變成林全的東洋是台灣的上海復興的下游 對對對對 原本可能是這樣的 原本的授權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林全的東洋的位階 就直接代表了上海復興 然後這個台灣的銷售 然後香港雅各城呢 代表了香港的這個 香港的銷售 代表了上海復興 你這樣講我懂了 就是說如果當時林全的那個東洋沒有破局的話 等於台灣的BNT疫苗 可能可以買到三千萬劑 那上游是大眾華總代理上海復興 對 香港的雅各城也負責去把BNT疫苗買去香港 我不要把大眾華總代理搞糊糊了 就中國大陸跟港澳台 就這麼簡單 對對對 中國大陸港澳台 港澳台 我們的地理區分 他的合約很清楚 就中國大陸 然後港澳台 然後台灣沒有代理商 所以臨時授權林全 然後香港就是雅各城 那現在我的懷疑 我要請各位觀眾跟所有立法委員 在2月26號要去質詢這個林全的時候 只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林全要說謊 說雅各城不存在 陳時中 陳時中 陳部長為什麼要說謊 26號他要面對立法院嘛 那我們的立法委員 包括民進黨 國民兩黨都要問這個問題 你說謊幹什麼 說謊的背後一定有某些原因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說他會失敗呢 失敗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個合約就是因為香港雅各城 跑去跟拉線去安排了台灣 跟BNT直接去簽約 這個過程中遭致到違反了像這個上海復興 跟BNT的商務合約嘛 因為他有個代理合約在嘛 對 而且因為這個行為 就是我們台灣政府所做的行為是 不是指他表面上 所以陳部長講說 我們都是跟德國原廠聯繫的 錯了 他其實是透過了雅各城聯絡 雅各城是誰 雅各城是上海復興下面的分代理 你為什麼不願意跟總代理談 偏偏挑分代理談呢 好這個問題來了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中國的問題 也不是中資的問題 主要他喜歡雅各城 那雅各城呢 背後的背景有誰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看 雅各城提出來的一份 在給這個上海復興的一份報告 雅各城的報告裡面呢 他講得很清楚 昨天25號的報告 你的這份報告你現在來講 我現在給大家秀一下 我們在電腦上可以秀出來給大家看 這一份我手上的這是本文 大家說有所本嘛 這是本文 農商代代本文 那我把它弄成電腦檔子 這邊把它放大給大家看 這是雅各城 香港雅各城 對 寫給上海復興的 給上海 寫給上海 寫給復興啦 是香港復興的上海復興 我不確定 好好 反正就是他 他往上走 他這邊你看他 他用的是簡體字 他在去年的9月25號的 早上寫的一封 我們收到疾管署疫苗採購小組的石小姐 來電雅各城的台灣公司 那他裡面所講到的東西呢 說這個疾管署對新冠疫苗 國際形勢非常了解 對BioNTech的疫苗能夠盡快上市有期望 所以衛福部的部長 講的是陳時中 已經跟德國方面聯繫了幾次 產品方面亦有了解 衛福部說跟信東 衛福部說的跟信東的柯總 就剛剛董長你講這位 信東生計董事長柯總 還有這個吳委員的反應十分吻合啦 那裡面就是兩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 雅各城的香港跟台灣公司的主要股東組成 都不可以有中資 第二個就是談說落地以後的 零下70度的儲存跟2到8度的運送怎麼處理 所以這份文件它代表什麼意義 這份文件代表的就是雅各城是積極的 在9月25號是積極的參與而定期做報告 而在報告內容有講的數量也是講說 1500萬到2000萬劑 然後呢它裡面講到了 有跟要跟信東的柯總 那就我剛剛講的信東柯總到12月份還在開會嘛 然後還有一位吳委員 吳委員我不知道是誰的 可能是家長委員 我搞不太清楚了 對不對 那可是立法委員可以去調查一下這怎麼回事